哈囉 我是小事夫妻 我們今天帶你到哪裡呢? 我們帶你到三峽三面之一的其中一間 三峽三面有哪三間呢? 我們今天來告訴你們第一間 跟著我們腳步出發吧 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先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喔 愛你 走到出發 GO! 哈囉 我們進來了 這就是傳說中的三峽三面之一 河南手工層面 今天介紹的這個就是番茄三面 他們的手工層面 今天點一看 你知道手工層面多 我平常都是點細麵 我覺得它細麵很細的 然後又會入味 然後手工層面是很久的嚼勁 很Q彈的呀 看你們喜歡哪一種 我今天點大 感覺它麵超級多 然後它有多大 它的碗比這個還大 他們的番茄三面小碗40塊 大碗就擺了 湯頭和彩非常滑順 不像一般吃番茄 有時候你總會有色色的感覺 不會 它非常滑順 而且它有兩顆蛋 它蛋下去炸過的 你看 它不是直接荷包上給你 它只是想炸 炸出三份的那種蛋香 會加下去麵裡面 會整個像湯頭華色炒麵 你們來的時候 如果你們沒有畫麵條啊 老闆在忙它就不會溫 它就直接給你扯 這次是側麵的話 相較為側麵 我看愛它的細麵 可是它側麵蠻很奇怪的 他們就是賣超多的 而且是說只有賣番茄上面 它還有紅牛肉麵 它牛肉麵還分兩種 一種是季節軍隊牛肉麵 一種是紅燒牛肉麵 但思維姐也不懂 因為我不吃牛 我等一下叫一個專業的告訴你 它口感 我們今天點的是小碗的牛肉麵 清燉牛肉麵 它給的是七片肉 那為什麼我會在這邊 番茄蛋麵呢 這是我一次偶然機會吃到的 我一吃過 媽呀 驚為天人 我有時候都特別騎車過來吃 就是有段距離這樣 然後前一陣子缺蛋的時候 我們來嘛 說沒有拜番茄蛋麵 因為沒有蛋了 但我好傷心喔 所以最後可以吃到這個 我吃到番茄蛋麵的 它的番茄蛋麵 蛋就是靈魂 怎麼自己沒有吃到呢對不對 喝一口湯吃一口麵 人生版 你們會不會好奇為什麼要點大碗的 因為大碗的有兩顆蛋 小碗只有一顆蛋 然後大碗麵也會比較多 像我覺得番茄蛋麵很好吃 非常好吃 我最喜歡吃這間番茄蛋麵的 我心目中第一名好吃的麵 那今天我點的是 清燉的番茄牛肉麵 它的麵條呢 是扯麵 我煮這一種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吃扯麵 比較有嚼勁 好吃嗎 這湯是什麼味道呢 這湯就是那種 感覺像是把滷肉飯的滷肉 泡在裡面 大概稀釋一下 大概就是那種味道 它很淡的味道 沒有辣 它也不會說沒味道 不過喝的出來有一點 洋蔥的麵 看起來像是薑脂牛 牛肉很香 牛肉好好吃喔 牛肉味好香喔 我今天點的是小碗麵 我剛剛看了一下 它有太蘿蔔 還有牛肉飯 難怪它剛喝起來有一點點 那這間你可以變成嗎 這間我看你以前點過 紅燒牛肉麵 今天點清燉 還有這邊有番茄蛋麵 你覺得可以點什麼 我之前吃過番茄蛋麵 跟紅燒牛肉麵 現在吃的清燉牛肉麵 我覺得我還是比較喜歡番茄蛋麵 有一點吃 番茄蛋麵那個湯 我比較喜歡送口味的 而且又滑順 都不錯 我覺得都不錯 這要口風扯麵多吃 而且好像蠻長的 果然很扯 超狠那個狠 果然很扯 這麼扯 扯麵 果然叫扯麵 各位好想看我們拍什麼吃什麼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是小師 帶你美食到處吃 掰掰